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制作跟踪马赛克的小技巧 假如这是一位现在不能出镜的明星 一般我们要添加马赛克效果 只要给素材添加一个高丝模糊 在检查器中的高丝模糊的标题栏上 点击添加形状遮罩 再调整遮罩的位置、形状、大小和边缘语化 这样只是一帧画面的马赛克效果 还要移动播放头到模糊效果和目标错位的地方 给遮罩添加关键帧 一点一点的修正效果位置 又累又麻烦 其实只要换个方法添加效果 就能实现自动跟踪 我们再次找到高丝模糊的滤镜 这次不要拖到时间线上 直接拖拽到画面中 悬停在要跟踪的目标物上 确认要跟踪的目标在方框内 再松开鼠标 这样就激活了自动跟踪的功能 可以手动调整跟踪范围 尽量只框住跟踪目标 这样减少计算量 点击画面左上角的分析按钮 我们播放看一下效果 在切换到形状模式下 根据需要调整一下遮罩的形状和语化范围就完成了 如果要给多个目标做跟踪怎么办呢 比如有版权或者肖像权的问题 需要给画面中的汽车 路人或者广告牌打码 例如这个素材需要给所有的汽车牌打码 先拖拽高速模糊到一个车牌上 调整跟踪范围只包括车牌照 点击分析按钮 在形状模式下调整一下模糊范围和边缘语化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跟踪效果 拖拽另一个高速模糊到另一个车牌上 同样的操作调整好参数就可以了 每个跟踪效果之间都是独立的 相互不会影响 只要机器配置够高 没有跟踪的数量限制 除了高速模糊 其他的效果滤镜也可以制作成跟踪效果 快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马赛克效果吧 好 我是喜欢分享的胖胖熊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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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